阿妹千万不要喝解 偏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小时就要黑了 可能还有一个小时就要黑了 你们那边应该也还没黑吧 女儿快点去找王妃 王妃查不死分不死 家们你们不要这样子说了好不好 你们说我能搬得上什么吗 我什么都搬不了的吗 你们真的不要这样子跟我说 你们说了我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明明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我明明已经觉得我自己已经不想 已经怎么说呢 我只想就是过那种适合我的日子了 我只想过那种适合我的日子了知道吧 我在海口 我在海口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不会我经常想在这边开直播吗 因为太多了家人们真的 我一直播就让我去找王妃 我去找王妃干什么呢 我去找王妃干什么吗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我找他要干什么 我是有实力帮他呢 还是我比谁都聪明呢 还是能帮得上他什么吗 我过去我干嘛 我为什么要过去 我过去我要干什么呢 我过去要干什么吗 到底要干什么 我过去我跑来跑去我过去又不可能 我过去又不可能 那边的困难全部都被我解决了呀 这个是不可能的呀 我估计人家都现在应该快解决好了吧 本来我以前我的家人就已经很影响了 我不希望我也变成跟我家人一样 还去影响别人 影响别人的生活 我只是觉得我真的很不适合 我真的很不适合跟一个 就是相差很多的人在一起真的 我这么说的话 那你们应该也知道了啊 我现在是已经下定决心了的家人 因为我本来我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呀 你说我过去洗衣服做饭吗 还是去拖地扫地 我如果我去那边 只是单纯的需要我去拖地呀 做饭呀怎么样的话 那我肯定可以做 但是这些能做这些 会做这些能解决得了什么大事吗 这些根本什么都解决不了 对不对 而且我这个人就是已经 对别人已经很大的影响了 我做什么都是影响别人的 知不知道 我这个人坐在那里就已经是 很多人都已经很碍眼了 知不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 虽然我在这边苦一点 累一点 但是我至少我没有 我每天都不是那种 活在那种自卑当中 我不希望我真的很不想 我真的很不想那样子 我每天我每天都想着 我每天都想着 小心翼翼的真的 做个饭我都觉得害怕别人嫌弃 小心翼翼的 这种生活那还叫生活吗 你一个人活你还真的我也我算还年轻吗 对不对 我还那么年轻 我就活的那么小心翼翼 那你们说我那你们说我的意义 那个是什么吗 对不对 像我们像我们的话 只会洗衣做饭干活 你会这些你住外面的话 你什么都不是了呀 外面又不需要做这些 你就什么都不会了呀 有时候我可以慢慢学 我明明学的已经 我自己学的 我自己还是很有进步的 但是呢社会 这个社会根本就不让我等 根本就没给我那个机会 知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都说过 只要不嫌 只要不嫌弃 只要不嫌弃 只要不 怎么说呢 我只是在想 其实很多家们都是为了我们两个好 虽然确实是我们两个确实好 但是我们两个好也不要这样子呀 也不能这么自私呀 你说虽然虽然是对我好 但是每天都让我小心翼翼的 小心翼翼的每天都很害怕什么 然后每天都活在自责当中 只要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都觉得是因为我而起的 然后每天都 你们不了解真的你们不理解 这些 这些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小小的那个 最主要的是 明明可以有人搬得到他 为什么我还要去中间阻碍呢 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就不能让他好 不能让他 把所有的烦恼困难处理好呢 如果我过去的话 我搬不到 如果我搬得到的话 我是最想搬的家们 但我搬不到我什么都做不了呀 是不是 我们新进来的 把那个小欢小猪点一下 然后还有没加入粉丝团的 加入一波粉丝团 谢谢 你说你们让我去找他 你们这么说的时候 那我那天 我也不至于三更半夜出来的 对不对 要是我自己走的话 是不是嘛 如果这个是我愿意我自己走的话 我何必三更半夜自己跑出来呢 我以前有没有发过誓 我说我这辈子非谁不嫁 我说我这辈子不回去都可以 我有没有这么说过 真的很多家人们都一直让我回去找回去找 我回去顶多又是又是被怎么出来的呢 所以你们就不要抱那种希望了 知不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 我这个人回去会怎么样了 包括现在 已经我们都没有联系方式了 关注都没有点了 都没有互相点了那个关注 知不知道 从那天我出来以后 从那天我出来以后 我就看见已经 对我已经那个啥了 这不是气不气化的问题家们 如果你们你们觉得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气化 这只是怎么样 让我回去才怎么样 你哪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哪怕是我天天跪在门口 人家也不会回来 这个只是对你们说的家们 这个只是对你们说的 真正的话 怎么说呢 我不我觉得我不应该 我觉得我不应该去 总之有一句话是最对的 就是他明明可以找一个 能帮得上他的人 知不知道 你们一直真的我看到你们一直让我回去找回去找 我回去找什么吗 我要是可以回去找的话 我也那天我也不走了呀 对不对 我也没必要走了的嘛 我现在回去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回去还不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再一次的伤害自己呢 是不是 不是 本来我就活得很小心翼翼 我生怕我把我们这边的习惯带到他们那里 然后我做个饭 我真的都是很害怕他们吃的不习惯 我洗个碗我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真的 我这样子我已经 我现在觉得这里才是真正适合我的饭 知道吗家们 然后你们一直让我回去回去我去哪里吗 我能去哪里吗 不是 是不是 我今天不是生气 我只是觉得 我看到你们这样子的时候 我 我害怕你们一直这样子说我真的会回去 到时候我一回去的话我又 我又怎么说呢 我怕自己 吃不饮得我 啊 我家们 我现在首先啊 现在直播间人也挺多的 然后呢我首先不是说我自己什么委屈 我不是说我自己委屈 我跟你们说 我也不是计较这些啊 我也不是什么啊 夫妻的话什么 吵架也怎么怎么样 我不是我不是因为这个 我不是因为这个 我旁边 我旁边 我旁边有人 他们以为我 他们以为我跟别人吵架了 那旁边邻居都出来看了 因为我在跟别人吵架了 因为我在跟别人吵架了 别人以为我在跟别人吵架了 他们都在那里笑我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开着直播 很多村里面的人 他们都会说 我这里有点 我这里有点 不好 不然的话天天对这个手机 说来说去了 他们就以为 我每天 你们知道我现在开直播是用的什么吗 我给你们看一看 我用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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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们 我用这个 然后我每天去哪里 只要我想拍戏品 我就会拿着这个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别人的想法 以前的话 我肯定会扔掉这些 然后天天的 什么都不做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一样了 我希望咱们直播间 那家们 阿美他们不懂 对 一定要去找 那家们 如果我去找 再一次 跟之前一样的话怎么办 难道你们希望 难道你们希望 让阿美一辈子都 怎么说呢 一辈子都这样子吗 我之前我只是觉得 怎么说呢 想通了嘛 但是如果再一次这样子 再一次这样子的话 我真的我可能 我现在都是 虽然我不说我也不开直播 直播间我也不怎么说 但是你们真正 你们永远不会懂的 你们永远不会懂我们这边 更不会懂我 我没有结婚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我现在 我现在的话 目前 我打 我不 我都没有打算结婚了 我都觉得结婚 真的我都不知道 结婚的意义是什么了 我觉得我应该 太不适合结婚了 我真想说一句 我太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说了也没用 既然安排这样子 让我这样子 那我就要去接受 对不对